Hey, can I borrow some of your books? Yeah, sure, knock yourself out 大家上班的時候有沒有曾幾何時 讓你的貴佬老闆叫你 knock yourself out Maggie 講英文, learn English on your own 其實 knock yourself out 裡面的 knock 字 就是有敲打的意思 就好像 knock on the door 這樣 knock這個字就是有三個音組成的 第一個就是嗯,第二個就是哦,第三個就是K kn這個音,其實K就不會很大聲地讀出來 只不過是嗯,這樣而已 O就是哦,然後CK就是K 其實跟這個K和這個K的發音是一樣的 我們就不會讀KK兩次 就純粹是不ok knock 這樣子的 如果當有人跟你說 knock yourself out 的時候 其實他的意思就是,哦,其實我不太care的 你喜歡用就用吧,沒什麼所謂的 這樣子的 但如果當你說 knock someone out 的時候 就是 knock out 某一個人的時候 那意思又會完全不一樣了 因為如果你平常說 knock out 某一個人 其實是把那個人打到暈了的意思 I want to knock him out 那這一句的意思就會變成 我很想將他打低 或者我很想將他打暈的意思 其實knock someone out 或者是 I want to knock you out 這些字 都是比較跳機的 我相信大家都會比較少去說 所以其實大家記得 Knock yourself out 的意思就是 任由你去用,或者可能任由你去做 某一件事就可以了 另外,在我這個沙田石門的workshop 接下來七月暑假的時候 我就會選一些summer course 即是暑期班 就會適合升小學或者升中學的學生 那豬都會以寫故事書為主 那全堂也是會用英文去教 所以學生也會有很多講英文的時間 那關於暑期班的資料 我很快就會在facebook post 請大家到時留意一下 另外,也記得subscribe to我的youtube channel 以及follow我的instagram mismaggieenglish 那裡有很多自學英文的東西 Thanks for watching today's video I hope you enjoyed it. Bye!